大家好 我手上的这两颗是黄姑娘果 黄姑娘果它的维生素C非常的高 非常适合小孩和老人吃 那么它的形状像小番茄一样非常的可爱 而且成熟之后金黄金黄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一期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盆栽这种黄姑娘果 这种黄姑娘果它对土壤要求不是很高 只要疏松透气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最好给它加入一点骨粉 因为它需要的钙元素会比较多 所以我用的是通用的银洋土 然后给它加入了一点骨粉 那么黄姑娘果它的根系也是非常深的 所以说我们最好选用一些比较高的花盆 就像我这两个一样这个花盆是比较高的 我们先在这个底部垫上一层土 然后再给它加入一点底肥 我用的底肥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这种芝麻饼肥它的肥效比较好 在这个底部加上一抓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垫上一层土 这样就可以直接给它上盆了 黄姑娘果它的挂果数量也是非常高的 就像番茄一样 所以我们在家庭阳台盆栽 两棵三棵完全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挂果数量非常的多 如果家里面有小孩的话 一定要种上一两颗 好了这样就上好盆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浇一次定根水 浇完定根水之后 先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来养护大概五天左右 再给它逐渐的增加光照 那么这种黄姑娘果呢 是在六月份左右 是非常适合栽种的 如果说家里面有小孩的话 赶紧在阳台中上一两颗 很快就会可以的收藏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